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新聞解讀 阿良,最近巴拿馬最嚴重,最影響民生是寒災 是,沒錯 相信這裏還會有排埃 不知道你怎樣看法呢? 這個有排埃,希望不會成真 因為,包括我們的新計,不單是日常用水、發電 就算是我們巴拿馬的經濟,亦是靠運河 運河根本是要運水的 在宣布這條新聞之前,已經是 運河的船隻已經開始限制他們 只能夠有某些尺度的深水之外 否則,他們就不可以過 這個其實是一尺之間,巴拿馬最大的客戶 其實很大部分是靠運作集裝商的 本來已經是小 因為巴拿馬的運河容量只有7000BDU 即7000BDU,即7000BDU 如果再減一尺的話 即是無限度減少某個部分 導演也不太清楚 假如是他們的貨櫃 既然貨櫃少了 那些人的計算 好像 無所謂,我是經過巴拿馬運河 可以省了一條運費、行費 因為我不用繞 夏威南美金繞出來 但省了一條運費 為了這麼少的貨櫃 都不一樣 多不償失 很可能再繼續下去 巴拿馬運河會依然在 不然就是沒有船 這個問題 可以說是大家在勒褲頭帶 目前來說 但如果都說在內地的農民 那些畜牧的人 這件事就不太簡單 那件事更加嚴重 那件事就是 千多頭的牛隻 已經因為沒有水而渴死 所以問題就是 政府我覺得 對於這個問題之前 已經太過遲 它已經差不多是燒了眼眉 現在才開始要緊急用 但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 4、5月份已經開始 這個緊急狀態 緊急的設施是甚麼呢 關於 接著用水 之前是在巴拿馬 你知道巴拿馬 大家都大手大腳用水 刷牙、洗臉 開著水龍頭 反正巴拿馬的水 又這麼高便宜 開著 開著 第一 我們水源豐富 第二 我們平民的習慣性 就不需要省食水 但我都可以手上去 但我不明白 就是怎樣將 內地歸民需要的食水 牛隻 需要的食水 怎樣主要 你問得好 沒有法子 其他就說 希望將現在僅有的河流 對一萬萬 暫時性的土壩 讓水不會那麼快 流向大口 其實我覺得 跟這個土壩 同樣在興建水壩 有問題 興建水壩的原理 也是這樣 儲存的水 讓水到高度 讓水流下來 發電 水根本不會流失或用 或者是甚麼事 不會這樣 但是很多人 知道不知道 就說 我反對起水壩 我反對破壞自然雲 突然是黑不黑 現在就是黑不黑 你也需要這些資源 好的 今次我們的新聞交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